刚刚的部分其实这三行 其实也是延续之前所写的 只是丢公式到跨工作表 所以这个地方会多一个 就是比之前多一个 就前面多这个 许词哪一个工作表 点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意思是说 我是丢公式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 不是我自己的工作表 OK 然后最后的话 在那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范围 做什么 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就是筛选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写筛选 其实你不见得一定用录制具体 就写这样就可以 哪一栏的什么条件 就OK了 那未来当然 你还可以怎么加那个连级交集 或者第二个 第二个规则 第二个条件 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 当然目前我们这个练习题 比较单纯 当然你工作里面有很复杂的 你其实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但是目前我们可能讲到的 就是最基本的 那在未来进阶班里面我会提到 可能这里面筛选的进阶功能的应用 比如说你一个条件两个条件 多个条件怎么做筛选 或者是一个栏位或多个栏位的条件筛选 筛选完之后一样可以把筛选到的结果 帮你扣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 扣过去就是底下这个 就是把你找到的 所以这一行的叙述 把你找到的那个东西 直接扣到你目前工作表的A1 A1只要告诉他开头就可以了 后面他会自己帮你把他全... 就是有几个他就自己放几个就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在Copy这一行程式 其实我觉得相当的方便 如果你不是用VBA来做的话 那可能你要写一堆 像刚刚录制区集要复制还要贴上 对多的动作 而且还要切来切去画面 这个的话好处就是自己写的 反正自己将来要修改的话 其实也非常的便利 OK程式真的不多 底下还有别的别种写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自己再看一下 因为后面部分难度就越来越高了 另外的话还有我刚刚讲就是那个 再更进阶的应用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表单 Demo一样 就长这样 按下去 他可以让你跑一个进度 比如说跑多少 最后就跑这个东西 他会一直出来东西自己就列出来 自己就列出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的资料量非常大 然后你要跑很久 可是你又不知道跑多久 到底是电脑当机了还是怎么样 怎么都没有回应的话 实际上你就非常适合做什么 类似像这个东西 那至于这个东西怎么做的 我在这个下方有 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可能就是放在上面给各位当参考 OK 细节如果有兴趣 其实可以稍微看 YouTube上面我有放之前教过的影片说明 请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不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如果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话 先把这些先做完吧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看下一个范例了 下一个范例是这个热透彩中奖几率统计的这个范例 所以请各位打开之后 这个101年102年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热透彩好像到102年就结束了 就换成大热透吧 然后规则本来是1到42号 现在是大热透是1到49号 有没有 那规则其他都一样 就是开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一次会开7个号码 那这个资料的话网路上都查得到了 那如果我想知道说101年 这是第一期然后到最后一期是Ctrl向下 就是100减199期 那如果这个范围就是我们开出来的号码 其实就D栏到J栏 这个是我们开出来的号码 那这些号码里面我想知道几个讯息 第一个到底1到42号哪一个号码 然后几率最高101年的几率 那102年的几率哪一个号码最高 合计起来哪一个号码 两年谁的几率最高 然后并且帮我把排名做出来 到底哪一个号码排名最前面 当然最好是如果刚好如果今天下课之后 你想要参考的话 你可以列出最前面的7个号码 待会就投注战的话 只是我们假设模拟一下情境的话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几率的算法 几率的话不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Conif Conif如果是1号的话 这个范围Conif 然后这个范围总共有几个号码 就是Conif如果是1的话 再除以这个总共的号码 它不就算出几率了吗 OK所以1号出现的次数 除以全部的这个总数 OK得到一个这个部分 那怎么做 OK这个地方我还是建议 因为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所以记得怎么样 用所谓的定义名称会比较OK 所以1请各位先把101 先横向选吧 低栏到追栏 Ctrl-ship向下 先选横向 再Ctrl-ship向下 然后把这个名称定义叫什么 10 不特别说 你不能用那个数字当定义名称 数字不能当名称 除非你前面可以以为英文或者中文开头 所以我干脆这个名称叫开奖好了 多两个字好了 开奖101 这个范围叫开奖101 另外的话 这个102年的话 我叫开奖102 这样比较好记 OK 那横向先选 Ctrl-ship向下 然后把这边改成开奖102 OK 所以1一样定义名称 为什么要定义名称 主要是你这样按F3名称就带出来了 你就不用再选 不然有时候你要这样选选来选去 有时候蛮容易选错的 而且选完之后 如果你会向下填满 你要把蓝或者列锁起来 OK 如果你用定义名称 不用锁蓝也不用锁列 OK 那怎么统计呢 第一个Count if 所以我们用最近使用过的Count if 什么呢 范围F1 F3 开奖101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是1号 1号在前面 的话出现几次 所以他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帮你找1号 总共出现了17次 那这个开奖101里面总共几个号码 总数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拿除以 用什么呢 用Count去算开奖一定不就好 所以其实这个可以拿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然后把Count if拿掉 有没有意思说Count 帮我算一下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打勾一下 就这个 不过是几率大概0.0245一堆 可是问题来了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几率这样看有点不 顶多是说你把它改成小碎点取消 但是还是不是 不是那么方便阅读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出现的结果 那个格式是什么 万分之几次 一万次出现几次好了 万分之几次 那我怎么做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我先把它填码 底下一下算 按右键出成格式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万分之多少 分数几万分之往下找 你会发现好像130 那问题一万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先选百分一百次 出现几次 制定一下 然后把一百改成什么 一万不就好了 OK 那就是意思说一万次 出现了245次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好 这个就做完了 那你想说 如果102年怎么做 因为你会发现 用定义名称的优点就是说 它的名称 直接怎么样 101 直接把公式贴过来 直接把他的名称改成什么 改成102 比较好 直接打勾 向下填满 不过格式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复制格式 贴过来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那合计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 它两次相加 当然我们只是初步的 这不是很细的统计 大概统计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最后的话排名怎么做 排名基本上插入函数 里面你可以用统计类里面的 有一个叫什么 Rank.EQ Rank 旧的版本是用Rank 不过新的版本 在2010以后 版本会分两个 一个叫Rank.EQ 跟Rank AV 区 OK 那基本上的话 以前的Rank 就是Rank.EQ 那AV 区 这个蛮特别的 什么叫AV 区 就是说 如果第一名有一个 第二名有两个的话 那将来变成怎么样 很有趣 我看到说明 现在是58开始 他变第一名 第二名如果有两个的话 他就把第二名跟第三名相加除以2 所以变成第一名 在下面就变第二点五名两个 2.5名 我想说2.5名 这用在哪个地方可以用2.5名 所以基本上AV 区 我还没想到说这哪边可以用 第一名然后第二点五名两个 因为相加刚好是2.3名的加总 AV 区 所以我们用Rank.EQ 按确定 那排名的话就是 他的 几率总和 第二个条件是REF 就reference 参考 所以以后RF 你看到这个 RF 就reference 参考 意思是说 他的 他的 几率在哪个范围 比算起来是 排在哪一个名字 所以你必须给他什么 给他全部人的合计 全部人的合计 就是从第二 Ctrl shift 向下 这样子 不过将来这个你也可以把它 定一个名称 这个范围也可以叫合计 然后放在那边也可以 记得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这边 D2 锁起来 D43 锁起来 OK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 Oder 这边有讲 0或省略的话 表示地浅 1的话 其他就1 表示地增 意思是说 机率越高的 一直到越小的就0 然后如果颠倒的话 刚好就1 所以因为我们是 当然几率高的在上面 第一名 第二名 所以基本上0 或省略 省略就好了 所以不用打 按确定 递增 然后向下填满 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做出排名了 OK 所以这边你会发现 第一名在哪里 第一名在这里 34 历来 几率最高的 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 不过你会发现 再来有个问题 名字太难阅读了吧 所以我希望 最好能够让我醒目提示一下 最好是 1到7名 帮我把它上个颜色吧 最好在这边加个 加个底色 然后我就直接看前面的号码就好了 其实有两种方法 直接在这边上颜色 可是问题在这边上颜色 那我势必还是要切到这边看数字嘛 所以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直接告诉我号码 是前7名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做 其实方法呢 有两个 前面有讲过了 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那这个规则的话呢 只能用前面讲过的 使用公式来决定 方法1 方法2的话你可以用VBA VBA怎么做呢 如果这边的数字 小于等于起落前7名的话 那就帮我把他的这个底色 换成黄色的 怎么做 其实程式不难 跑个回圈嘛 做个逻辑判断 然后做个效果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 我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先定义好这两个的范围名称 二的话呢 就是 再到这边用conif 算出那个范围的 开出来的次数 除以他全部的号码数量 就是他的几率 再来就是用格式 按右键 除了格式 因为他里面没有百分之 万分之多少 只有千分 百分之多少 所以你可以找 自定的时候 把它加两个零 然后再复制格式 另外一个102年就是什么 复制过来改就可以 两个相加 最后用rank.1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做好之后的话 当然如果我希望能够 在最后的结果 比较方便阅读的话 有时候当然你要做决策 其实为什么要统计这些东西 当然就是有助于你未来 做投注的时候 可以参考的依据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做一些报表 其实主要就是让你老板 你以后要做决策 就要做对的决策 不是说你 没有一个数 所以现在大数据分析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他可以 从一些资料里面 归纳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 然后从而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不然的话你说像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为什么那个指挥官 他做决策 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主要原因 他已经有后面应该是一个团队 帮他做一些大数据分析 他每天就看一些 人家做出来的报表 结果告诉他说 未来的疫情可能怎么发展 我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大数据分析有时候 可以让你有点预测未来 的感觉 而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工具 以Sale其实就已经很好用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